第一题,将经由毛皮摩擦后的塑胶棒靠近不带电的金属球,且两者并未接触,则下列迅速何者错误? A,经毛皮摩擦后的塑胶棒带复电,这是老师上课说要背的,毛皮摩擦塑胶棒后,毛皮带正电,塑胶棒带复电,所以选项A是对的。 然后我们拿着一个带着负电的塑胶棒靠近一个金属球的时候,因为同性电相似,异性电相吸,所以金属球靠近塑胶棒的这一端会产生正电,另外一端会产生负电,这个现象称之为静电感应,所以选项诸说金属球靠近塑胶棒的一端感应带正电,这个是对的。 那么这个是正负电分离的状况,所以呢,左边会有几个正电,右边就会有几个负电,所以选项C说金属球上正负电和的总电量相等,这个也是对的。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,比如说接触起电或感应起电的动作的话,那么当我们把塑胶棒移开之后,这个正负电就会彼此的综合掉,合起来变成不带电。 所以选项B说,塑胶棒远离后金属球会带负电是错的,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B,塑胶棒远离后金属球会带负电。